记者王俊奇花莲报道,有着一室独居般坐落在海拔于1000公尺高的泰鲁阁同里部落,长期需仰赖族人双小运送物资便利的流龙缩道也在去年金族人修复后重新启用。 目前唯一对外交通的同里部道改善工程又已奉公,预计赶在明年3月底前完成第一阶段改善工程。 23户人居住于同里部落的居民主要从事农耕生活,以烛光柴油发电机及太阳能发电板取代无法到达的电力近年更逐渐发展两天一夜过夜行部落小旅行活动,邀民众实地走访山林认识泰鲁阁族文化品尝最在地的原住民料理。 唯一的运输机具流龙所到,2014年受到麦德姆台风重创后中断三年,去年金旧林湘明代表国新勇自筹百万修复后才有其此回升。 长约1500公尺的所到,可取代人力搬运物资一天最多代孕期。 8趟,单趟可存在约500公斤,规划近两年的总长6公里,同里部落步道改善工程计划。 第一阶段已在本月5日正式动工,秀林湘公所投入约346万5千元,先行整修沙卡档步道通往三间屋的500公尺路段。 在原有1米半至2米步道上,重新铺设石砖石板,盼能降低环境冲击,也方便摩托车载运物资。 秀林湘公所建设客表示,步道路全途经30位地主,现阶段已全数取。 得同意并达成步道改善可行性评估,加上第一期经费到位,完成送审水图保持计划等相关文件后,已由古商技术顾问有限公司所设计域监造,方家土木包工业承揽施工,预计明年3月底完工。 部落族人拉币日F,路通后将更能解决居民长期交通不变问题,尤其又以绿建筑工法为主,除降低环境冲击,石砖石板路还能让摩托车及农用蹦蹦车再域名生物资上山及作物下山,加上目前已复始的流龙,渴望大幅度改善现有生活困境。